心眼小 然后我就记得 就是还有一次就是 他过生日 然后我就特意嘛 就从他未赶回来 然后在酒店呢 就给他订了一个生日啊 就把亲朋好友啊 都叫了过来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嘛 就是还给他买了个蛋糕 然后他过来之后 就不正常了 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我看到的 就没有我想到的那种高兴 然后就是回到家之后 我不就问他嘛 他就在那儿 就什么都不说 他就是这样 他这人就这样 就什么都憋着不说 都等着我去哄他 然后我就我不问他嘛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你就不高兴呢 他上来就跟我说 他说我铺张浪费 说 说他们八六后 从来就不过什么生日 那就是你不过生日 不是八六后 所有人不过生日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浪漫 但是他就是 就从来没想过什么 知道什么惊喜和浪漫 就是我感觉我还小嘛 我就是感觉我的世界里 就应该有点惊喜和浪漫 咋想的 钱花多了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从小都没过过生日 就因为你没过过 我知道 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特别 特别生气 特别发达 特别烦他 我不喜欢过生日 但是他给我弄了一次 为什么不喜欢过生日呢 我感觉年轻人 没必要去过生日 老年人才过呢 是吧 一般我老年人才过生日 生日过少一个 是这么想的 不能过 你家里哥们弟兄几个呀 就一个 跟父母关系好吗 好 好 跟父母有话说吗 话也少 那你跟父母关系好对吧 你这个好的表现 主要表现在哪呢 就我从小到大 我父母说嘛 我都听他的 就听话 他听你的话吗 分什么事吧 就是 就是他每个月 就是上交公司这个事 他确实是挺听我的 但是我总想就是说 给他在微信上 发一些什么 牛浪妓女见面 不就猜忌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现在最不满意的 咱们排序一下 第一是不表达 对 先生不表达 是一个 第二个是说 有的时候他会小心眼 对吧 或者叫猜忌 第三呢 是说这个男人 还有点小抠 第四是说 他没有浪漫感 在这么四个 你认为都有的情况下 哪个你认为最严重 他就是不懂得照顾我 然后就做好 就是落回来 并不是他不够浪漫 而是他不知道怎么照顾我 他不知道照顾我 然后他 就我总想就是 不能平平淡淡嘛 好 接着我还要问 离婚吗 我不想离婚 不想离 对 为什么 就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然后我就希望他通过这个 爱情网维帐啊 就能改变一下他自己 我不记得是哪个影视作品 还是谁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不离婚是一个人对我不好 我离了婚是一群人对我不好 自己的父母啊 周边的朋友啊 这是一个离婚的女人 我现在想问你的是 如果给你一个 自由选择的空间 你会跟他离婚吗 应该会 所以说你现在 这个婚姻继续 你考虑到了 你最早跟家庭的翻脸 对吧 对 你怕自己下不了台 是吧 对 面子 离婚丢人 你听完这个 你害怕吗 害怕 怎么办呢 想改吗 想改 能改吗 能改 我是不太信的 你们三位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为什么你在三个月之内 闪婚 会闪婚嫁给他 这前几个月 我们叫自我幻想期 自我幻想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他沉默寡言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 这个人很安全 当他看你一眼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 是要照顾你一辈子 当他请你吃饭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人会跟我一块吃 一辈子的饭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自我幻想中完成的 这叫自我幻想期 为什么以前你觉得他很爱你 现在你感觉不到了呢 因为那三个月 你是在自我幻想期 所有一切的爱 都是自我幻想出来 对于他而言 他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你们为什么 闪婚的原因 这叫自我幻想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看那个小片里面 他说了一句 说为什么要那么多惊喜 那么多浪漫呢 平平淡淡生活难道不好吗 我要指出一点 大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大家觉得平平淡淡生活很好 但我一定要指出一点 平平淡淡生活 其实是很功利的 为什么 我要的就是平平淡淡生活 我要的就是你不要浪漫 我要的就是 你不要给我出那么多幺蛾子 我要的就是 你看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待着 我要的就是 没有那么多物质要求 你要的东西 不比那些要物质的人更少 你要的是对方放弃 懂吗 懂 当你要对方放弃的时候 你应该做些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付出一些 是 所以当你要求对方 放弃一些生活 一种生活的时候 你至少要关注到一点 就是他开不开心 你觉得他开心吗 不开心 你有想过为他的不开心 改变一些什么 做一些什么 你想过吗 没有了 也没有改变 没有 你觉得自己对吗 不对 那你将来想要改变吗 想要改变 你知道怎么改变吗 不知道 正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还可以抢救 就想我稍微跟你讲几句 他所要的 叫意料之外的开心 就好像他给你过生日一样 他觉得他能给你一种意料之外 你没有想到的开心 所以第一 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第二 你去做一点他能开心的事情 比如说 你不告诉他 我今天要给你买东西 然后给他买了一样东西 或买了一只口红 第二个 人际交集 人际关系 是一种生活技能 你不去他们家 不去跟他父母去 做人际的交集 不是你自己有个性 也不是你觉得我有必要 或者没必要 而是你不懂人情世故 你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技能 这些所谓的生活技能 是需要你自己去弥补 是需要自己去补充的 所有的一切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爱不爱 那爱不爱是怎么表达的 就很简单 就这一句话 我爱你 我就为你改变 我不爱你 我就只顾着自己 所以现在就看你 爱不爱他的时候 我不觉得你对他的生活是不好 因为你把钱交给他 你也在生活里面 也是很关注他的 但是就在于你是 关注自己多一点 还是关注对方的开心多一点 我可以对他懂得 咸不酱